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人生假猩猩,我是猩猩 今天呢又是一支被大家使喚的影片 這位呢大概是B頻道呼聲最高的人物 如果呢這支影片收視不好呢 以後就不接受大家點播了 好啦,廢話不多說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朝鮮王后 閩妃,明辰皇后 那正式進入故事前 有兩點關於明辰皇后的生平呢 要先說明一下 第一,明辰皇后的本名並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 大概有幾個說法 包含閩姿英、閩子英或是閩真號 今天的影片呢 我會以目前普遍比較被接受的閩姿英來述說 第二,雖然現在有流傳一些明辰皇后的照片以及畫像 但是和光緒帝的真飛一樣 並沒有一張可以完全被確認 而為何是近代人物的明辰皇后 卻沒有留下確切的照片 史學家認為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明辰皇后身處局勢混亂的時代 她本身也是樹敵不少 包含她丈夫高中的父親新宣大怨君 和後來殺了她的日本等等 據說為了自保 明辰皇后在公開場合從不露臉 也不留下相片及畫像以免被籌認出 另一個說法則是日本在以為事變將她殺害後也一併將她所有的相片和畫像都銷毀 所以在今天影片中使用的照片或者是畫像也沒有辦法完全被確認是明辰皇后本人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 明辰皇后本名敏茲英 1851年輕咸豐元年 朝鮮折宗二年 農曆9月25日出生於京畿道黎州郡 本冠呢也就是我們說的極冠是離心敏氏 離心敏氏從高麗時期就是旺族是朝鮮很古老的貴族 家族中出了很多朝鮮的重臣和王后 我們也很熟悉的和張喜斌公斗被稱為朝鮮版甄嬛的人顯皇后也是離心敏氏 不過當傳到明辰皇后敏茲英的父親敏智路這輩時已經家道中落 他的父親科舉也沒有考上 只因著貴族的身份做了一個小官 母親呢是父親再娶的妻子出自官喚之家本貫寒山里氏 雖然敏茲英出生時家裡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富裕 但是因為他是家中唯一存活的小孩 所以也是在很好的環境中成長 而為了傳承後代父親敏智路的同族兄弟 將兒子敏昇浩過寄給他 但是1858年敏茲英8歲時 他的父親就因命過世了 母親呢就帶著他和季兄敏昇浩搬到了位於汉城 也就是今天首爾安國洞的趕古堂居住 趕古堂是離心敏氏在汉城的家族宅地 是我們剛剛提到仁賢皇后被立候時 他的丈夫訴訟為他娘家建造的 後來仁賢皇后一度被廢的時候也是住在這兒 敏茲英從小跟著父親敏智路學習 父親去世後他也在親朋好友的幫助下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而且據說他非常的聰明 無論是聖賢典章古詩文集 只要讀過三遍便是過目不忘 1864年同治2年1月16日 朝鮮王朝第25代君主哲宗去世 因為哲宗只有一位庶出的女兒勇會翁主存活 沒有辦法繼承王位 而血緣較勁的李氏王朝宗親均為獨子 需要傳承自家的血脈也無法繼承王位 朝鮮王室各派一度為了王位人選僵持不下 而此時也是李氏王朝宗氏的新宣大院君李氏映 賄賂了第24代君主憲宗的母親趙大飛 兩人結為同盟 將大院君的嫡次子李宰謊 破棄給趙大飛已氏的丈夫 也就是憲宗的父親 並改名為李希 於12月13日在昌德宮即位為朝鮮王朝 第26代君主逸臣君高宗 因為高宗即位十年僅12歲 就由他的父親新宣大院君設政 大院君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人 從此刻開始朝廷的政事就有他全權的做主 1866年高宗即位的三年後 新宣大院君開始為15歲的兒子選妃 高宗的生母新宣大院君的妻子福大夫人 也是李希敏氏 算是敏之英的遠房堂姐 他的弟弟就是過繼給敏之英家當養子的敏身號 與敏之英家的互動很密切 福大夫人就提議讓比高宗大一歲的敏之英成為王妃 一開始大院君並沒有答應 因為先前在王位繼承問題上 一位大臣金秉學 倒戈支持新宣大院君的兒子李希 就是說好要讓他的女兒成為未來的王妃 不過最後大院君李世音背棄了約定 選擇讓敏之英進攻 原因呢相當簡單 因為敏之英雖然出生有名望的貴族世家 但是家裡早已家道中落 再加上父親早逝等同於沒有娘家的靠山 不會對新宣大院君的地位產生任何的威脅 於是1866年3月21日 高宗和敏之英在雲縣宮成婚 同年的9月宗主國清廷派遣赤使 正式册封敏之英為王妃 而想要完全掌權的新宣大院君 並沒有讓兒子高宗那其他的妃嫔 相信對敏臣皇后略有耳聞的 大概都知道 她和她的公公新宣大院君是政治上的死敌 丈夫高宗則是對她相當的信任 但是其實她剛進攻的時候 情況是完全相反的 敏妃是新宣大院君親自挑選的兒媳 再加上又是妻子的親戚 兩人的關係其實還不錯 而年紀輕輕的高宗成立花天酒帝 寵愛一名上宮李順兒 一進宮就不受高宗待見的敏妃 只好盡心讀書 她飽讀古文經典 從周易、左傳、資質通見等等 均有涉獵 並且盡心侍奉讓高宗登上王位的趙大王大妃 在成為敏妃的第二年同志七年 西元1868年 李上公生下了高宗的第一個兒子李善 敏妃不但沒有表現出嫉妒 還帶了禮物親自去探望剛分娩的李上公 充分展現出王妃的氣度 在朝鮮宮廷得到很好的敏身 而輔大夫人敏氏見自己一手挑選的王妃 被兒子高宗無事 心生怜敏 便勸勸丈夫新宣大怨君 提拔敏妃的親戚也是自己的敏氏宗親 包含敏妃季兄、敏昇昊 以及敏氏的足兄足弟都紛紛生了官 這也成為敏妃後來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 幾年後高宗對李上公失去了興趣 慢慢喜歡上她溫慎聰明的王妃 終於在兩人成婚的第五年 敏妃誕下了第一個兒子 不過出生僅僅五天 便因為先天性無綱症夭折 後來敏妃又懷孕兩次卻接連流產 有傳言說敏妃流產 很可能是吃了大怨君送來的三僧 因患的敏妃一直無法誕下健康的孩子 大怨君便打算立體 以上公的兒子李善為世子 此舉讓敏妃相當不滿 極力反對 她意識到沒有子嗣的 她在宮中的地位隨時可能不保 於是她開始培養自己的勢力 最重要的當然是拉攏丈夫高宗 畢竟大怨君是因為兒子 社政的名義才能掌握權力 敏妃開始讓高宗漸漸轉為信任自己 然後以她繼兄敏昇昊為首的敏氏外妻 開始聯合大怨君的政敵 連大怨君的哥哥李罪易 以及嫡長子李宰謊 都因為為受到大怨君重用 心生不滿加入了敏妃集團 形成一股龐大的勢力 新鮮大怨君此時發現 敏妃比她想像中的還要聰明 便開始提防她 而從古詩中學到很多的敏妃 非常清楚的知道 她不能躁進 她需要等待時機 1873年高中十年的十月 時機終於來了 當時的戶部參叛 也就等同於中國古代的戶部上書 崔易炫 她上書彈劾大怨君實行的不當改革政策 敏妃便說服高中 順水推舟宣布清政 大怨君為了架空朝廷 讓親信們集體辭職 此舉鄭重了敏妃的下懷 敏妃籌備已久的外妻勢力 全面接管朝鮮朝廷 至此大怨君徹底失事 不過雖然說是高中清政 但是高中身性軟弱 實際掌權的呢 只是從她的父親大怨君 變成她的妻子敏妃 而且政變的隔年三月 敏妃就生下了兩人的 第二個兒子李子 一年後李子被封為王世子 敏妃在朝廷的地位 已然相當的穩固 在新宣大怨君下台僅僅一個月後 警服宮就發生了爆炸事件 一共有將近400間的電閣被燒毀 爆炸的源頭被認為是埋在敏妃請宮的火藥 隔年1874年11月 敏妃的母親李氏和哥哥敏昇昊在自宅被炸死 在隔年1875年新宣大怨君的哥哥 林毅正林最印的宅邸也遭到縱火 後來被查出這三件案子均為大怨君的親信 前庆上到賓史申哲君所為 雖然呢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與大怨君有關 但敏妃已經徹底和大怨君決裂 展開了以大怨君住所雲縣宮得名 他的親信雲鞭人的清算行動 在大怨君執政期間 朝鮮採取的是鎖國政策 大怨君下台的三年後 1876年 日本藉口要測量海途派出艦艇 想趁著朝鮮政局部委 以武力打開朝鮮的國門 雙方呢展開激烈的交戰 最後敏妃外欺集團與朝鮮親日的開化派 想要藉著日本擺脫宗祖國清朝的控制 便與日本簽訂不平等的通商章程江華條約 還委託日本組建朝鮮歷史上第一支近代的新式軍隊別濟營 這也是日本勢力深入朝鮮的開始 雖然敏妃在排除政敵上展現了極強的能力 但在施政上卻算是相當的失敗 所有大院軍實行的政策 無論好壞一律廢除 大院軍下令貴族和百姓都要繳稅 國庫因此充足百姓富裕 但是敏妃為了排除異己 從中央到地方都重用外欺集團 外欺因此為所欲為壓榨百姓 再加上敏妃迷戀巫術 經常花大錢請巫師助导 導致國庫虧空嚴重 百姓民運四起 敏妃掌權的短短幾年內 就發生了多起農民起義事件 1882年仁武年 因為發生嚴重的旱災 京城的士兵連續13個月沒有領到良想 爆發激烈的抗爭 許多敏妃的親信被抓或者是被殺 新宣大院軍便趁機發動兵變 敏妃扮成上宮匆忙出逃 史稱仁武兵變 大院軍一重新執政便宣布敏妃已死 並為其舉行國葬 但是敏妃早已透過在天津的朝鮮使臣金允職 向宗祖國大清求援 清廷迅速派出朝鮮事務大臣吳長慶 與幫拜大臣袁世凱前往平亂 重返執政僅僅33天後 大院軍就被清軍逮捕 隨即被押送到中國監禁 同年7月27日 敏妃在清兵護送下重新回宮 從此敏妃的政治立場由清日轉為清華 袁世凱以通商大臣的身份常駐朝鮮 協助訓練朝鮮興建的清軍以及稅務管理 這也使得清廷進一步提升了對朝鮮的中主權 不過此舉引起了清日開化黨的不滿 1884年11月在日本的扶植下 開化黨的領袖金玉軍與王公製造爆炸動亂 要求日軍進駐以維持秩序 日軍便趁機挾持高宗佔領王公 史稱假生政變 但是袁世凱再度率兵進攻 擊退了開化黨以及日軍 重新為敏妃奪回政權 平息兩次兵變後 讓敏妃的地位更加的穩固 但是清朝的勢力也隨之再度的提升 盛政還傳出清廷有意 廢朝鮮為郡縣的提議 讓敏妃也開始對大清產生了戒心 他多次與俄羅斯帝國修訂密約 要引進俄國勢力牽制清廷 清朝得之後1885年高中22年 就將大院軍釋放回朝鮮 以壓制敏妃 此期間敏妃除了嚴密監控 新宣大院軍的一切行為 也持續向歐美國家釋出善意 不僅廢除了基督教天主教的百年禁令 還設立許多西市的學校和醫院 知名的梨花大學呢 便是在敏妃的支持下 於1886年創辦的 電燈照相等等的西方事物 也都是在此一時期引進朝鮮 不過儘管敏妃的小動作不斷 表面上人士與清朝保持良好的關係 西元1894年光緒20年高中31年 朝鮮發生反封建制度 以及外國勢力的大規模農民革命 東學黨起義 明飛再度向清廷求援 不過在清廷尚未抵達前 朝鮮王室就已經和起義軍達成和解 但是日本想要趁機搶回對朝鮮的控制權 便以保護使館以及僑民為由 派出上萬軍隊進駐朝鮮 並於7月23日直接攻進了朝鮮王宫 推翻敏士集團幽靖的敏碑 新宣大院軍再度設政成立朝鮮清日內閣 7月25日日本開火襲擊在朝鮮崖山灣 封島岸兵不動的清朝軍艦 雙方爆發了封島海戰 而這就是我們熟知的中日甲午戰爭的開端 結局我們都知道了大清輸了 被迫與日本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其中就包含承認朝鮮脫離清朝藩屬 滿清勢力從此退出了朝鮮 1895年12月高宗在日方的安排下正式宣告 朝鮮脫離與中國千年的凡屬關係 高宗由國王殿下晉升為君主殿下 敏飛則由王妃成為王后 王世子離職改稱為王太子 但是這些都只是虛名 一切都還是由日本掌控 而失去政權的敏飛迅速與先前就建立 關西的俄國勢力結盟 1895年5月14日 清日的內閣大臣蒲永孝打算暗刷敏飛 消息呢 卻提前被敏飛的陣營得知 敏飛在俄羅斯的支持下 以蒲永孝謀反為由發動宮廷政變 解散清日內閣再度奪回政權 同年日本強翼派的陸軍中將 三浦樓出任朝鮮公使 9月1日三浦樓抵達朝鮮 很快的他就發現 日本想要佔領朝鮮 一定要除掉關鍵的人物敏王后 他開始與在朝鮮的日本勢力 策劃名為胡壽的謀殺計劃 10月8日凌晨 數十名日本浪人 400多名日本守備軍 與800多名由日本訓練的朝鮮士兵 直接攻入朝鮮警服 在玉壽樓釋殺了敏飛 據說當時只要和敏飛神寺的宮女 也全部被殺死 以避免留下敏飛的火口 為了毀屍滅積 日本不僅將他的屍體焚毀 還將遺骸丟進荷花池 這年是以未年 使稱以未事變 雖然日本在國際輿論的譴責下 將三浦樓免職並招回日本 還起訴了包含三浦樓等 參與暗殺的48人 但是隔年1896年 明至29年1月20日 廣島地方法院就以證據不足 宣判全部日本籍被告無罪 1897年10月高中稱帝 改國號大韓帝國 追封明王后為明臣皇后 並為妻子舉行國葬 2005年明臣皇后被殺害的110年後 參與暗殺明臣皇后的兩位日本浪人後代 親自到了韓國金基南揚州 高中和明臣皇后的墓地紅領 向高中數二子 易親王的第九子李中吉低頭謝罪 朝鮮王朝最有權勢的女性政治家 敏菲明臣皇后的故事 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